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元围棋,我是主持人陈盈,很高兴今天和王建坤老师一起为大家讲解第24届同理杯中国围棋天元战决赛的第一局,是由古力九段对阵陈耀夜九段,王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的这盘棋是在同理早上9点半进行的 对,近差不多10年了,天元战都是在同理下的 同理举行的 刚看到那个新闻说,同理被授予什么天元战决赛的比赛基地在那 古力的天元战几乎就是全部是在同理进行的 有说的话,古力应该说同理也是他的福地了 因为在同理的天元战决赛当中 古力是连续拿了六届的冠军 对,好像创了这个天元战 对,对,对,对 那么是在这个古力之前的话呢 在前面的六届,长号连续拿了五届 就被这个黄一中挑战那个挑落了 然后呢,古力上来之后的话就连续拿了六届 直到去年 就是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决赛嘛 这个是陈耀夜挑战的时候2比0 就是把这个古力赶下了一台 时隔一年以后呢,古力又重新杀回来了 对,对,对 然后还是在古力的福地进行 不容易 这个好像坐在那个位置上面下 好像感觉好像容易一点 如果你要通过挑战 通过这个预选 然后打进决赛再进行挑战的话 好像那个路程就蛮漫长了很多 对,这个天元战呢 是冠军就可以坐在那等着 就等着别人来挑战 所以呢,在之前的六年中呢 应该是古力都是坐在一个 未免者的一个时代 是等着别人来挑战他 对,对 而今年呢,他是从本赛打起 对,对,对 一步的应该是 现在是挑战陈耀夜 他算挑战者 对,对,对 又算这个 又重新杀回来了嘛 就这个意思 这个因为去年被陈耀夜2比0 这个赶下去之后 那么不容易 这个很不容易通过今年的这个本赛预赛 然后再进了决赛 获得挑战权 那么就再一次回到了他这个天元战的这个决赛的舞台上面 嗯,是的 而且呢,他那个赛前啊 好像我看网络上有一些报道 说古力呢 说他似乎之前跟陈耀夜的成绩 似乎是陈耀夜还要赢得多一点 所以说呢 我就在想啊 会不会就是因为这个 他会有一些压力呢 怎么说呢 这个陈耀夜很年轻了 但是不是说陈耀夜很年轻 其实现在这个进入决赛舞台的这些棋手都很年轻 嗯,因为如果说来的话 好像古力还叫我们叫什么叫虎一辈的是吧 这个叫报一辈的 你想想这个 古力通过这个本赛到了最后一盘 就是这个争夺挑战权的比赛下的就是十月吧 嗯,对 这个也是这个报一辈的 但是之前他还下了什么 这个什么吴光亚 什么什么李豪杰吧 这都是这个很年轻的棋手 对,好像都是感觉都是90后 对,对,对 现在这个很意外的 好像就是古力变成了这个一个老棋手了一样 他这个接受的都是这个年轻棋手的这个挑战 嗯,那么这两个人之间的话呢 应该说 嗯,怎么讲从我们就是这个 旁观者来讲的话呢 觉得好像古力总归占有一定的优势 无论好像在年龄上 成绩上面 这些各方面 嗯,但是现在确确实实好像这个 这个年轻一代棋手的这个力量 各方面表现非常的出色 所以这个本届的这个决赛应该说 嗯,还是很难预测的应该 对,我看就是经常是网络上啊 就会说有这个预测比分 嗯,我觉得好像大家不是一面性的 没有啊,没有一面倒 对,不是大家都看好古力 也有很多棋手会觉得 陈耀业还是有希望蝉联的 所以究竟这个棋的胜负怎么样 我们还得看一下其他内容 对,这个是本届这个天原战决赛的第一局 对,它是三番胜负 嗯,天原战三番胜负 天原战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名字 这是我们国家现在应该说现存的 最古老的两个比赛了 嗯,最时间最长的了 这已经是第24届了 已经是 嗯,本届第一局一般是拆仙 拆仙 然后是今天是这个 天药业的 拆倒了黑旗 拆倒了黑旗 嗯 嗯,黑旗的陈耀业下的是新小木 对,白旗也是新小木 中国流 嗯 然后是这个新小木以后的地角 这个布局我感觉好像是鼓励 比较喜欢的一个布局 鼓励下的非常多 如果是新味的话呢 嗯,会选择挂角 如果是小木的话呢 单也有挂角的 嗯,现在有高挂低挂 那么这个主要是在这边构成一个形式 就心无有角的这样一个 一个构思 那么是围绕围绕着这边呢 以后来展开的 嗯 这个现在是非常流行的一个下法 嗯 鼓励的白旗 嗯,下的是中国流 对,他们 他没有在这边去挂角 嗯,或者分头 而是感觉是自己走自己的 嗯 这个 嗯 这个我们这个是一个直播的这个节目是吧 嗯 那么现在已经到了下午的时间了 这盘棋的话呢 在我们这个走进这个演播室的时候 应该说 棋局还比较混乱 还不清楚 虽然下到了后半盘 嗯 还有点不清楚 这盘棋进程应该说非常慢 上午九点半就开始的一个比赛 对 嗯,上午就没有下几十首棋 大家应该知道这个鼓励是 应该是非常快的一个棋手 下棋 对,好像陈耀业好像速度也不慢 也不慢啊 但是好像 这个显得非常的谨慎 双方都 因为现在好像压力比较大 这个作为鼓励来讲的话 一个是一门心思想这个夺回天元 另外一个方面 在近几年当中的话呢 鼓励作为挑战者出现好像还是蛮少的 是 一般都是未免者的姿态出现的 嗯 所以下得非常谨慎 嗯 中国流线这个下法的话呢 这个当然白旗的中国流其实是蛮少的 应该都是黑旗下中国流 对,因为白旗呢 本身就慢了一首旗 对 好像就再下中国流 做模样来讲的话呢 好像有点 对对对 但这个旗的话呢 其实大家看看以后 你多看看鼓励旗也就知道 鼓励的白旗啊 很多时候下的是这种大框架的旗 嗯 我不是指的模样 其实鼓励不大下模样 但是框架比较大 它是属于一种这个这个 这个要从这个全局的这种作战的这个 呃出发的 所以尽可能的把这个形式摆得比较大一些 是不是栗战型的旗风的旗手都喜欢就是一上来摆一个 就近似于模样的框架 然后让对方来进入 这样才有机会去展示他的力量 有一些 但是好像这个是鼓励比较特有的 鼓励一下二连星也蛮多的 嗯 那么这种旗型来讲的话呢 星小木这个地角之后的话呢 呃 这个作为大家一般的普通爱好者来讲的话呢 首先要学会的就是分头 因为这个结构当中的话呢 呃 这个中央这个连片的这个点非常好的一个点 所以首先要学会分头 但现在的下发里面的话呢 挂脚大家看的也非常多了 这个各种高手的西谱里面非常多 这个下发是现在最流行的一些变化里面的 嗯 但是作为普通来讲的话呢 我觉得大家来讲你不需要那么麻烦 就是选择分头就可以了 虽然有很多的这个套路 我觉得能知道就知道一点 不知道也就罢了 因为这个实在是这个 这个作为这个高职业高手们来讲的话呢 他们的研究非常之多 不要说我们一般的这个爱好者洗手来讲 就顶尖的很多高手们也会 经常我们会看到一些这个报道上面说 动不动就落入人家的圈套这样的事情 所以但是我觉得关系不大 就作为一般普通来讲的话呢 这个是眼见的一个好点 或者是如果能够被捕的话 那被两刀也挂脚也可以 那么在这里的话呢 白旗无视黑旗的这个脸片 比如说这个脸 高位的脸 低位的脸 都是非常好的点 但这样的话呢 就会形成一个 互为的一个模样 互为模样的一种下法 但现在的下法里面的话呢 这个点还真少 在这个高手里面 就又说又说到 我觉得这个职业跟这个我们爱好者的这个区别 不过不在乎他们怎么下 就是说我觉得你可以去学他们的招法 但是如果说我们来讲的话呢 你是可以选择这个 我觉得高位更漂亮一点 因为胜负不在这个高位低位上面 但从结构上面来讲的话呢 这个配置上 这个骑行会更好一些 就简单的 这个选择就可以了 是我记得好像在这个布局啊 就是新小木无忧角 就是在刚出来那段时候 如果对方不去分头 不去挂脚 而是脱先的话 基本上下一手会骑 基本上都是连片的 好像在大家印象中 只有把这个腥味和无忧角联合起来 才能发挥更大的这个威力 应该说这是一个绝好的点 那么所以说 如果再说的这个远一点的话 那么如果作为日本维棋理论上面来讲的话呢 那么分头就是当然的一手 是绝对的一手 几乎是 这只是说我们讲 现在的气局所有很多的变化和发展 改变了很多认识 所以说也可以让黑气走了 因为连片来讲呢 无论怎么讲 他都比这个单差边要大 因为他连联络了这两边的这个势力 所以那么你要这么说的话呢 就是说在你学期的时候 应该说还是 还是教的 还是这个 就是要分头 还是觉得这个点非常的大 就一定要不让对方连片 然后对方呢 如果给你连片的机会的话 一定一定会走 所以这个一定要先学会这个 作为这个普通爱好者来讲的话 也要先学会这个 就我先学会连片 我们再讲其他的 这是因为这是一个一个理论基础 或者叫一种概念 这个是肯定没有错的 那么你会了这个之后 你再考虑其他的这个下法 或者在学习高什么 现在其他的一些变化 这里面 是 现在的围棋呢 我觉得他们竟然都不觉得这个大 这是为什么呢 就是这个道理 就是说现在的话呢 现在的棋呢 因为跟这个我们讲大天雾也有很多关系 还有跟现在潮流有关 就现在 因为如果是连片 没有说不好 这肯定是绝对的 这个是一个好点 那么这样的话呢 白棋挂了之后的话呢 就会形成一个 我们刚才讲的互为模样 那么现在这种下法 大型式的作战的话呢 比较少 现在更注重地 那么所以在这一代的话 他勤肯去小飞手脚 他也不去连了 这只是一种 就是说现在的一种流派的下法 但我们讲30年河洞 或者40年河系 不定什么时候又回去了 这只是现在高手们的这种一种选择 只是个人的一种喜好问题 不仅是个人的喜好 就已经发展成为 现在一种一种潮流了 那么其也是这样的了 就是说 通常是这样的 就是说现在的比较顶尖高手们 他们下什么 后面就会有一帮的人 跟着在下什么 对 就形成一种 跟风 对 跟你们女孩那个 穿衣服 就时装 一个意思 就是今年流行什么 明年流行什么 他总是跟着走的 他跟着谁走呢 就跟着顶尖的在走 所以现在棋的话 一般都不连片 所以我们也不连了 其实当然我们讲连片的话 必然的会形成 比如说 你再挂脚手 一个连回去 或者再拆出来 形成一个模样的形式 那么现在黑棋选择的是 单拆 这个陈小叶的这一手的话 这个倒比较少见 如果从我们谱上能够看见的 这个高手门的下法的话 要不就是挂脚 要不就是手脚 那么手脚的话 有小飞手 有大飞手 都有 然后还是有蹬出白棋 让你分头的意思 那么这里的话 单拆的话 比较少 是因为当一拆之后的话 白棋挂的时候 黑棋就不能加了 就说这边好像白棋的定型就比较容易了 对 就说好像有一条必然的路了 那么我们讲 如果假如说没有这个 如果都没有 那么你挂的时候 当然黑棋可以选择小飞硬 可以选择现在最流行的 比如说二间低加 和最流行的 比如说这个小飞 飞了以后的靠 这些变化都非常多 那么白棋为了避免在这里的 比如我们讲 进入黑棋的这个套路 那么他现在先手 比如说不理你 那么让你走 那么你再走这个时候的话呢 那白棋再挂 这个棋型的线就不能加了 对 如果这个时候加的话 被对 就被点角了 点角的话 这个黑棋下一步就很难选了 我们就假设是一间低加吧 那么点角的时候的话呢 挡这个的话呢 这个被爬出去呢 这个 这个子的位置明显不好 对对 就不在位置 那么如果再挡下去取势的话呢 这个又是不大像这个 现在这种下法 所以那么如果没有这个的话 是没有关系的 黑棋可以选择一间低加 二间低加 它是从这边挡下去的 最主要现在选择 所以当你这边有了之后 再挂脚的话呢 黑棋就不会选择加了 黑棋就必然会在上面硬 但这个应该说 陈耀业应该是有所思想准备的 那么重大的比赛 这个决赛当中 这个下这招 有他的想法的应该是 对 我觉得他们都在国家队训练 肯定会彼此低 他们非常了解 然后他们肯定也会备战 这个比赛绝对应该是备战的了 因为对于这个 应该说对于这两个人来讲的话 这个天元都是极大的一个头衔 陈耀业要保持一个 在我记忆当中 应该说现在的这个头衔战当中 这个获得头衔的 所谓的这个爆一辈的 就只有陈耀业吧 对 好像是 所以他要维护这个 不仅是维护他本人 也会维护他这一代的这个气质 对对对 那么作为鼓励来讲 是特别想 我们刚才说到 他想这个 重新这个挑战 再挽回这个 那么这里的话呢 那么再挂用 我们讲到这个道理 因为有了值的话呢 那么黑棋总是守上面了 肯定守 因为再走 他一点脚 无论夹在哪里 这个地方 无论是一键低加 二键低加 二键低加 随便加什么 白棋就进脚了 所以黑棋是选择跳这个 然后白棋飞 白棋飞 这个飞 是不是就想强调这个碰呢 因为之前不是您讲 挂脚小飞 飞进去这个碰 也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下法 但这个 这个地方的话呢 其实我们讲 也有一种考验大家神经的 黑棋跳 就说你要飞的话呢 我就要撞 基本上这样 黑棋是不可能像这个的 但作为大家 刚才我说到 就是说 这个 咱们区别看来 就是我们一般下棋 无所谓 你在网上下棋 或者叫 亲朋好友下棋 没关系 你就颠一个 让他拆二 也没什么关系 但对于职业的这些 高手们来讲的话呢 白棋能够飞到 再拆出来的话呢 就没有 没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了 对 在这个局部的一个定型 白棋已经下到最好了 对 已经没有比这个再好 最主要是 无油脚的这个方向呢 它是应该从这边发展的 对 所以这个 对白棋在这边拆二的话呢 黑棋当然是有所不满 所以的话呢 白棋飞的话呢 是会面临着 黑棋从这一带下棋的 至于是撞上去 还是逼 那白棋如果准备飞的话 那就等你出招了 随你变了 他都是有准备的 你撞也好 逼也好 他总是准备 准备好了自己的应对方式 那么 白棋如果担心 黑棋从这边逼 或者撞的话呢 那白棋还有一些下法 一个呢 是现在比较简单的 可以拆三 这是一种 对 还有一种的话呢 拆三有挡入 那么需要拖 那也可以拆二 那么如果当黑棋肩 我就觉得这个 似乎有点 挡住之后 就再拆二 这不是长 让黑棋育住 那不好 这个曾经也是比较流行的 一种定型方式 但黑棋的这个上面脚 显得比较厚 这个交换之后 但你这样很容易 就是说破坏掉 黑棋在这边的一些势力 这就是白棋的一种选择 你可以拆二 也可以拆三 至于这些下法的话呢 我觉得 这么讲 就这个好坏呢 区别非常之小 这个是跟你的水平有关系的 我想的话 在我水平之下的 这个你拆二拆三 都可以考虑 但是对于这个顶尖的 这些高手们来讲的话呢 它会有一点点小的区别 会有所不满 对 我觉得现在拆二的 似乎不太多 拆三的 现在比较多一些 那么白棋还是飞进去了 这个鼓励 等你 等你走 问你是这个状 还是逼住 这地方 那么通常的话呢 有逼 如果逼的话呢 那么白棋就是尖角 黑棋可以通过这个 尖顶 然后走这个 再搬住 这个地方的话呢 还有一些区别 如果是在这里的话呢 选择这个恐怕还还好一些 因为这期将来从上面这个来讲 接上 然后把这个 把这个增掉 从上面上来讲的话呢 这个位置会好于这个 这个位置会好于这个位置 因为将来这个能够跳下去 所以高位的话呢 白棋不会搬了以后接 这个非常复杂 那么这里的话呢 我抛开这个 搬不说 因为大家需要知道的一个变化呢 就是他直接尖 对 就是飞机直接尖 那么白棋的话呢 压 然后 然后再搬 就是搬的话 白棋不顶了 白棋搬这个 对 然后呢 再顶 再立 这个在那个国际大赛的决赛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很多 古利也下过 李长浩他们也下过 都下过 就这个变化 现在需要大家记住一下 另外在这里的变化当中的话呢 也有这个搬这个 搬这个 然后的话呢 白棋是打吃 然后再立 再打这个 打吃了一虎 然后在虎上 没有摆错了 搬走 搬走 打 现在是 白棋压 黑棋跳 白棋挖 压的时候 不搬这个 不搬这个的变化 搬下去的变化 挑这个 然后再挖这个 打吃了之后贴上来的 对 打吃了以后再贴上去 贴上来的 然后再打这个 吃这个 立下去 刚才都给白棋摆了 对 少摆一下 然后的话呢 黑棋在唬这个 白棋在吃这个 然后黑棋在走其他的 这两个变化的话呢 是在这个新无忧角 这个布局当中的话呢 出现的最多的 可以认为是一种标准的下方 这里面的变化还非常多 这个我们 我没法讲专题了 就说你得知道 这两个变化 就这个变化 跟刚才摆到的 这两个明显 变化不同 搬这个 搬下去 顶住吃掉 对 一个是黑棋发展这边的形式 一个呢 是被 是黑棋去 其实就是说一个 地和式的一个区别 那么这个明显是黑棋的地 这个是 刚才那是白棋的地 黑棋的式 就这么两种区别 就作为黑棋 你又选择权力 就说这两个变化 那么如果要是搬这个的话呢 这是最恐怖的 如果搬这个的话 先搬这个 顶住 再走这个 那么它就只能跳 它就不能再压了 它只能跳 然后黑棋再跳出来 就刚才摆了冲断这个图 这个就要命了 如果再压的话 它搬着了 它就 它在这 你再挖 它挖粘的时候 它就可以 斩到上面去了 打出这个 走这个 这个时候白棋 黑棋接在这 白棋无法忍受 这里有个断点 如果刚才没有先搬着的时候呢 你现在是搬不着的 对 现在搬 它是断了 它就断了 它吃掉这个了 可以告一段落是吧 对 不说这个了 听明白了 那么这期这样之后的话呢 因为跟这个有关 那么这个搬了接呢 应该是不成立 这个时候的话呢 刚才讲到了 我们就撇开这种 所有的复杂的变化 白棋的话呢 就压这个 就让黑棋稍微满一点 你也可以安慰一下 自己胜负不在这里 对 也是一种选择 很简单 所以其实凡是这个 我们讲定式的这种选择的话呢 基本上它的好坏呢 差别不是特别大 它最主要 它局部呢 它肯定没有亏损 它有可能是因为你周围的 这个棋的配置不同 我们讲你的可能选择不大恰当 就仅此而已 一般来讲 不会有太大的错误 那么实战的话呢 这个时候的鼓励呢 这里是变招了 对 应该是又是一个心形 这完全是心形 那么这样 其实白棋尖的话呢 这个棋型应该说 几乎是没有见过 但是这个下法 你下两步呢 也就能理解 鼓励 为什么这么选择了 因为不是有说 陈耀燕是什么特别 喜欢时刻 对 所以它就肩进脚 这黑棋当然是搬这个 这时候再挡就被它搬了 那么白棋就飞出去 黑棋再把这个再顶段 白棋再把这个再飞出来 那么这样的话呢 白棋的鼓励 就全部转到实地了 对 捞得挺猛 对 但是其实这样的一个形状 我觉得 我似乎有点喜欢黑棋 我觉得白棋一上来 就都走在脚上了 黑棋的 它这个无油脚和这边 对 正好配合着 它这个形状 但现在没 现在不讲这个道理 像不是说你的结构好 你的形式好就可以 先讲究的是实战的问题 那么这个很明显的话呢 鼓励应该说是有针对性的 把其能转到实地上 然后呢 逼迫这个陈耀燕去 只好对 去经营他的外围 对 这个很想说 去逼迫陈耀燕去 下他不擅长的一个下法 但是的话呢 这个话肯定不是这么讲法 因为陈耀燕这个水平 现在也是个顶尖的高手了 这个顶尖高手里面的话呢 应该说有他这个 没有他会和不会 基本上都会的 只是说呢 确实实实就是说 游戏下法更符合他的 比如说他的风格 他的一些常用的 那么游戏的话呢 恐怕让他觉得 不是那么的 不是那么顺利 得心应手 就这个意思 那么陈耀燕实际上在这里的话呢 就逼迫着走上了一条 这个围取势力的 因为现在没有办法 黑旗先拆个二 白旗坚住 这个也很 也非常狠 其实这一间的话 因为这对这两个拆二的话呢 因为这个没有逼住 这边还有点头战 对这两个黑旗的威胁不大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将来黑旗能从这边打进去 但白旗的话呢 如果下在这里的话呢 将来有点脚 有飞进去 觉得实地上又有点损 实地上有点损 所以鼓励又咬得很紧 坚住 将来这地方会有一个打 对那从这两个角的一个定型呢 就可以看出来 今天鼓励似乎是 明显是有针对性的 这个开局 然后黑旗逼迫着往这边拆吧 拆过来 对 扩张形式 这个地方的点的话呢 也可以在这也可以在这 这个如果说一路的话呢 有这个会给白旗的进入 会创造一些障碍 那么有可能呢 黑旗的白旗会继续扩张 然后白旗也采取对围的 那么如果往这里走的话呢 有这个想法就是说 要逼迫你从这里进来 我又坐大了嘛 嗯 这个地方 鼓励呢 选择是参尔 这个典型的这个是实地化的一个下方 对 对 似乎好像就是 是不是对自己非常力量非常有信心的 都不怕人家走大模样 力量嘛 当然不用有信心了 鼓励要没信心 谁还有力量 还有信心 对吧 反正我挺怕这种的 它是就是逼着现在黑旗呢 就一定要下市 那么我们讲你走这个 黑旗通常这个旗行的话呢 黑旗会小尖 比如说啊 那么这又是地和式的交换 你还是要面临着进去的问题 但是鼓励就是先捞掉再说 我们讲说你可以不交换这两个 比如说你可以单补一个 你可以单手一个 那么这样的话呢 为将来直接从这边打 创造条件或者掉 那么如果你要从这边走的话呢 这个走将来这个还是很大 将来你还是有可能还得回到这 那么这个就明显和地和式的交换 对 那我觉得其实这个模样 似乎现在看起来也挺可怕的 因为毕竟它很大 那你要看你怎么围了 这个就是 这个下方确实也许不是这个 这个陈瑶爷喜欢的一种进行方式 这里面比如说我们讲也有比较典型 我们拿了李长浩举个例子 李长浩是典型的是这种 属于下地的 下实力的 是完全的实力主义 对吧 我记得他以前跟罗喜和下的时候 成绩不好 这个书罗喜和好像还蛮多的 他就是罗喜和逼着他去向市 但作为李长浩这样的顶尖水平 我知道像陈瑶爷这种水平 下市他也能下 但是的话呢 他最终他不能够把这个坚持下去 他还是会慢慢的去转到这个实力上 鼓励就在逼着他 这个时候其实在这一章就已经看出来了 黑席其实可以尖这个 另外的话呢 可以在这围一个 问你下什么 这两章都可以考虑 是不是白席就只能打入了 如果白席要是还是打入的话呢 黑席可以再回到孩子间 不用着急 因为这期如果下来这里的话呢 白席断然是不会从这儿打的 黑席肯定是从这边进来的 所以这个会非常大 如果是这个的话呢 白席有可能是在这儿 仍然对围吗 不是说这个对围的时候 只能是自己比对方模样大的时候 才可以对围 但是我觉得这个模样 明显是黑席看起来比白席还要大 难道白席也可以对围吗 这也是一种勇气啊 这个不是跟你对围 就是说我认为我坚实一点 我围两手 比如说我就不围了 白席走完之后 这个是空 黑席走完之后 不是空 是指弧的 就这个意思 所以这黑席 对于黑席来说的话呢 其实不应该担心的是打入 是担心比如先扩张一下 回头再来洗你 比如说我们讲 所以这个时候的 陈妖艺这个黑席的下巴的话呢 就索性就算了 咱们放弃这个 就直接就挑进去了 是不是被鼓励捞了两下 他觉得心疼了 会吗 恐怕这个陈妖艺的风格 恐怕有一点我觉得 那么像这种打入的话呢 这个略微有一点不合时宜 就说这期的话 这个地方已经很小了 是吧 在这个 这个其实现在还是处在一种形式 和模样当中的时候的话呢 我们是比较忌讳就是说 先出现弱气 因为你如果这样的话 你打进去 你出现一个弱气的话 被他一攻 那么你的势力 你就全部就不可能再 不可能再经营了 对对对 就这个意思 所以在这个模样的 这个形式当中的话呢 这个是比较忌讳的 通常不会先打入 那么现在这也很明显 打入就是就彻底就转到地上 就不跟你在围了 对 而且呢 就经常就说 这个对方这个又不大 好像就会 因为我小时候啊 我就比较恨控 因为我看别人成大控 我就会比较心疼 然后经常会被说 因为说看自己的这个模样 比对方已经大两倍了 为什么还不肯去经营自己的模样呢 我觉得这个时候 陈阳业也是这样的 这个这个形式和这个 我觉得黑旗比他大两倍也有了 这个 我觉得不能说 陈阳业没有信心去跟他对位 只是说陈阳业实在觉得 这个太麻烦了 这起还是下那个清楚 还是下地 下地清楚一点 那么这里的话 马上就会形成一个 我们讲比较纠缠的 一个就就脱不开了 这个地方双方就 基本上是这个样子 这个奇形当中的话呢 黑旗肯定不能 白旗肯定不能让他轻易做活 对 一定要收根 对对对 尖柱这个应该说是比较积极的 这个 从奇形上来讲的话呢 白旗如果单跳的话呢 会觉得有点松缓 因为单跳的话呢 黑旗可以拖了以后搬 也可以直接小飞就活了 对他就活了 那么这样的话呢 白旗再转到这边来 什么打入之类的 显得比较缓一点 就像发 但也好像看着也很冷静 比如说 但是这个尖的话呢 是为了去他的根 如果你要是再走的话呢 这个被跳起了 对他再跳出来 这个黑旗很重 这样一跑的话 这边形势 我觉得就再没有可能去 对对对 这就刚才我们讲 比较忌讳的一个地方了 这个京城 那么黑旗的话呢 这是应该说虚晃一枪 然后呢再点这个 他什么想象挡了这么压过来 这个地方实战的白旗 肯定是跳这个 应该说基本上是这样 这里面的话呢 有选择挡 有选择斑断 或者是团断 这些想法都有 都有可能 那么从心情上来讲的话呢 应该是这个是最迫切的 因为这个旗这样被穿通 应该说这个心情是非常好的 只是看你能不能挡下去的问题 挡不下去 我肯定是跳出来的 那么再说了 如果你要是选择走这个的话呢 这个我不清楚 黑旗是准备压还是长 它是两种选择 它也有可能单长 再走这个 这个地方白旗也冲不出来 是吧 就简单在搬这个 它就退 比如说 搬一个它就退一个 那白旗就沾上 这个旗形上来讲的话呢 白旗也不是特别的好 这是一种选择 另外的话呢 黑旗的话呢 也可以盖住 这两点选择哪个 我觉得 我不清楚 黑旗会选择哪一个 但是我有一点可以肯定 因为鼓励肯定不挡这个 因为我也不会挡这个 如果党上被压 好像抓不住黑旗了 所以我们就不讨论这个问题了 因为白旗是不可能下这个了 就是无论你是长孩子干 我都受不了 就一定要反击这个时候 那么这里反击的话呢 政治有力的话呢 直接斑断 这是最简单的 那么你一断一接就可以 但现在政治不力 那么如果团的话呢 那么这个时候肯定 我想它是会挡住的 它会挡住啊 我想它是会挡住的 我还以为它会压住 如果是压住的话呢 你可以转身 压住的话呢 白旗比如把这个藏出来 你再把这个再虎下去 那么白旗就那边不走了 再回到这边来 我觉得黑旗应该可能会挡住 会挡住 然后断的时候再藏出来 黑旗会有力吗 不不大有力 就可能会被吃掉 这地方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呢 黑旗的这个应该说 是比较简明的 像这个 对 就再转身 就是这个已经起到了 一个接应的作用 这地方 对 把白旗已经好像给压小了 这个是白旗可以考虑的一种选择 那么剩下我们讲白旗是跳 对 我觉得这个跳一个 其实是最可怕的 在这个局部 因为黑旗活不了 又没法腾挪 通常的感觉的话呢 会觉得黑旗的作战 会稍微难一点点 就作为这个感觉上来讲 但是我们讲 稍微难一点点的话呢 这个形状当中啊 黑旗的处理方式 这个作为高手来讲啊 黑白双方尤其需要 注意的就是 要防止人家 就是转身脱手 你不要 你脑追的人家 有时候啊 追不住有时候 就这个是需要注意的 那么现在黑旗 怎么洗这个 就怎么来腾挪 这是一个问题 黑旗 那么这个旗形当中呢 基本上 因为现在挡这个的话呢 白旗就直接扳断了 现在这个争执 肯定是不利的 这个呢 这个图我们可以 你可以先看见这个图 就是说 这是最想下的 然后走完之后呢 这个打了一头鸭 这绝对熟手 对 我想走这个 那么你想吃这个 然后呢 再从这里打出来 然后呢 再打这个 再尝这个 下一步的话呢 没什么好奇 虽然这边食控 好像损的有点多 但是这边不是 白旗也撞伤了吗 是不是还算是 可以腾挪的一种下法呢 好像感觉上是应该 不大好的样子 就这个旗形 因为本身这个旗形呢 不佳 这个转换的话呢 应该说地的损失太大 所以呢 在这个旗形当中的话呢 看到这个图 这个时候我们想 就是很想下的一个图 但这个图的话呢 明显是损地损在先 所以的话呢 那么黑旗要为此呢 做准备 做准备活动 在挡下去之前 就是在你搬断之后的 这个考虑 那么所以的话呢 黑旗会先兼充 兼充 对 那么当然白旗现在 可以去补这个 这是比较正常的 黑旗比如说在压 这不是还有断吗 断完之后 我不是还能打了吗 这个子 你现在断 它是不是好像能够盖住了 哦 现在断的时候 它不沾走这个 我不知道 从感觉上来讲的话 应该是可以下这个 那就是你可以 大概是压这个 然后它就抱持这个 比如说你再去搬外面 就是转到外面去 这样的一个转换 这个不清楚 就说因为是 因为有担心黑旗挡下来 那么白旗的话呢 有可能会在这一代补漆 但是鼓励在这里的话呢 下的总是比较强的 它总是贴的 对 它就跟着它下 那么黑旗的话呢 如果这是还能 还是挡下去 还是断断 还是断断 对 这样的话可以多压着一个 还是亏损 还是亏损 所以呢 黑旗要继续搬这个 在这里寻找 那按理说 这个地方肯定白旗就不能再硬了 再硬的话 好像这个就可以贴下来了 黑旗 对 就是要贴下来的这个意思 那所以在这边的话呢 双方其实应该说 下的是非常紧的 这个时候 白旗 这个旗形的话 断这个应该是 如果抛开这里不弹 白旗肯定是断的 那么这个断了之后的话呢 黑旗要是挡下去的话 该如何处理 这个肯定搬不断了 因为搬断 我可以看见的就是 这有个双挡 是吧 这里的话呢 当有了这个交换之后呢 黑旗这个挡 应该说就已经成立了 就说你再断的话呢 像这样之后的话呢 黑旗这个打是肯定不行 但黑旗先可以打这个 走这个 可以压这个 那么如果是 如果是顶住 它可以藏这个 那走这个 这个被吃掉了 那么你再走这个 这个交换的话呢 黑旗是转的 那么这样黑旗在外面一带 无论是照还是照住 这都是应该黑旗好 对 这个比刚才要厚了很多 厚很多 但这个旗形 虽然交换了这个之后 我在想实战把黑旗还是没敢压出来的话呢 恐怕是担心白旗会搬这个 那这个 然后吃一下 对 然后再压住 那他就把这个吃掉 这个转换应该说还是白旗撞 再搬住 然后白旗再走其他的 或者在这里再弹弄 这个图黑旗也不满意 应该是不满意 等于说这边一人吃了两个字 不满意 那个吃的那个太饱满了 那个吃的 这地方还有很多利用 所以黑旗应该是不满意这个图 黑旗呢继续在这搬 在纠缠 这个时候的白旗鼓励下的很强 还是断掉 但这个一断的话呢 似乎这个就能挡下去了 白旗我觉得是不是他肯定不能从这走 那就尝过来 对 然后剩下的问题该怎么解决不知道 看看黑旗怎么做活 对 其实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不必要再再多讨论啊 就是说因为陈姚叶 毕竟我觉得他不是鼓励 如果是黑旗的鼓励 我觉得他是有可能 陈姚叶的话 他是选择了一个比较简单的下方 他就单挤 挤完了之后的话呢 把这个虎上 把自己形象好 然后呢 你走这边我就弯这个 你走这边我就走上面 嗯 他就形成这么一个 其实这个下方呢 有道理 这个下方 我觉得这个下方 会不会是陈姚叶的一种妥协 因为好像只是自己做活 其实蛮难的 这个时候啊 真的是不大清楚 这个旗 呃 有两大变化 可供选择 当黑旗虎的时候 一个是呢 白旗仍然的走上面 然后他会被弯 那么扳 挡住 挡住 然后白旗接 黑旗接 上 白旗就加 黑旗如果扳的话呢 白旗就跳 不让过 好 这个地方已经活了 因为他这个猴是先手 旗旗行上有一点 这个有点问题 就有个尖 我才看见 那么黑 白旗只能下来这儿 白旗不可以下这 下这被一尖来 但这个不能打 这个可以 如果打掉的话呢 脚上被点 这个不行 哦 直接点死 如果没有这个的话呢 黑旗 白旗应该拖在这儿吧 那么这样没关系 这个挡住就行了 因为这个力是先手 这个杀起来 如果去搬粘 比如说 都厚手 不不不不 白旗来这个都不用下 白旗可以直接把这个吃了 你来 你这个且杀 且不好杀了 对 这样杀的话 点到这是打几年 这怎么做也要打几年 对 好像都是打几年 因为这个猴先手 所以他应该是单立 那么如果是单立的话呢 然后呢 单立的话呢 白旗比如说 再搬了虎做货 你否则被点 就会被杀掉 然后搬虎的话呢 黑旗再比如再靠出来 这个是比较混乱的 这个图似乎黑旗还可以 感觉黑旗 白旗的这个 那么你应该这么想了 就说陈娇叶选择这个下巴的话 他肯定考虑到了 就说白旗一个是走上面 一个的话呢 就像实战的 白旗的鼓励呢 选择了联络 从下面 小肩过 这个踏实 那么一选择这个的话呢 白旗所面临的问题是这个 黑旗打这个 然后再压这个 这是双方必然的 然后再压过来 白旗似乎可能先打掉 然后再冲斥 黑旗再打 白旗提 这个图的话呢 这个大家 大家都能看见了 对 这不是他们而下比赛的 也不是这些职业观战的 大家爱好者都能看见 那么这个图 为什么黑旗没有选择这个 这个是难的地方 因为这个图的话呢 黑旗也看见了 白旗也看见了 但是的话呢 双方都没有选择这个图 双方没有选择 鼓励的是不担心 你从上面打 因为是必然的 这个图 黑旗有什么不满吗 我看见的是白旗有个 对 从旗行上来讲的话呢 白旗再尖出来 似乎 好像这个旗行上 黑旗可以满意 但是从整体上来讲的话呢 虽然说打成了好几个刀瓣舞 还没块六 外带没块七 就觉得好像在旗盘中 在旗盘上吧 让对方出现鱼形 是非常愉快的人 但是在实际的获利上面的话呢 我觉得从这个实战 双方都没有选择这个变化的话 可以看出来 应该说双方都还是有共同点 就觉得这个图 黑旗不好 黑旗未必好 应该是这样 所以大家都 因为这个图 因为是个必然的图 就是说我的白旗 我的鼓励 我不是我选择的 但是你是可以选择的 我不怕你选择这个 而实战的 陈阳也可以选择这个图 而没有选择 那么我说这两个 这两从这个上面看的话呢 那么双方肯定是有共同的 这个看法 那就是我觉得会不会 就是因为这块旗 现在没有眼 怕影响这边的形式 从这个像实际上 实际的效果上来讲的话 黑旗好像确实还不见得 这个特别好 因为现在这两边 不可能再联络 上面的话呢 如果压过去肯定损 如果从下面下去的话呢 这期 如果比如从这边点的话 那么这块旗还是蛮重的 还是个负担 另外再说一点 实际上没有这个选择的话呢 其实陈阳业还是比较注重地的 放弃这个边的话 他选择的是就地做活 对 那么这个比较符合这个陈阳业的风格 挡住 做活 那么黑旗 白旗当然只能藏这个了 否则被打吃了 黑旗在藏 白旗在跳 然后的话呢 陈阳业就做活 做业 对 这个地方说一下 这个旗形的话呢 这个尖是一部好手 但尖的话呢 白旗会走什么 白旗一定时候在这儿吧 这个 这个地方的话呢 这个 板起来比较麻烦 因为走这个的话呢 黑旗要计算的就继续挤 如果否则这就白尖了 它就沾上算 白旗沾的话呢 黑旗可以考虑再做活 那么这个会比实战要稍微好一点点 至于白旗能不能打这个 这值得考虑 黑旗再立下去 然后去这么 走一个大头轨 这之后又是什么 那这事情就麻烦了 他们就随便摆两招 铺一下 然后我提掉 再铺 我提掉 然后你再打这个 接上 然后呢 只能打这个 应该是不能打这个 那我这个是不是 搬过 它一搬就过了 活 黑旗能活 还有点难度 好像能 还有点难度 因为你搬了顶的时候 我可以哇 吃这串 这个也不让你做 嗯 所以这些蛮难讲的 所以如果这要成立的话呢 黑旗肯定是煎的 那么因为没有能够煎着 不一定煎着 那煎完之后 我再搬一下 不就能挤着了 你你你如果煎完 你搬的时候 你要去在这儿了 你要怎么会在那儿 这个他就扶这个了 所以那么实战的话呢 沈阳也很稳健跳 那么白旗能够把这个再回头 双上的话呢 应该说白旗还是 觉得就像你刚才就最早说的 好像两边我都吓着了 中央现在我还可以 还可战 嗯 所以这感觉应该说白旗不错 黑旗跳中央 出头 黑旗如果压这个的话呢 白旗就朝天间 黑旗当然如果有这样的心情去压 再走这个 再搬 对 你现在也可以下这个 但这样这个下法的话呢 我们讲这是一种选择 但这个选择 我觉得明显不是这个 陈耀业的风格 因为这个方面太损了 损失控 对 所以他要从这里单跳 单跳之后的话呢 瞄着从这里打进去 这个地方啊 这几手机交换之后 这个是不是都是白旗的空了 黑旗就再也没有可能打入了 那倒也不完全 但是你肯定是这个 先有成空的趋势了 因为现在这个打入是很明显的 这个旗应该是没有死活问题 白旗一定是要 以上面的这个边为中心 千万不要偏 就是靠近这边 因为这地方是漏的 这地方不着急 那地方很厚 这不是成空的地方 最主要是这边 所以通常这样的一个五油角 在这个场合下也不是镇住 对 因为在我的脑子里就有一个印象 就说它是五油角的话 这个是镇 如果大飞角呢 仍然是镇 所以呢 经常看见这个五油角的这样的 以五油角为中心展开的一个形式 我就想第一感觉是镇上去 主要是跟周围的旗子的这个配置 有相当的关系的 现在因为重点在上面成空 这个应该是最最普通的 而且我觉得可能大多数的高手 都应该选择这个 实战状这个 企图让黑旗在这边硬 无论硬在哪里 再往上推上去 那肯定是一厢情愿的 所以说这个时候 由于黑旗很厚 一定会遭到黑旗的加工 一定会加工 因为上面大 如果这里要是有纸 我就不下这个了 这里现在没纸 它就逼过来了 那么白旗所面临的这里的问题 就是又是另外一种 我们讲腾罗的一种手法的问题 我感觉好像现在 只要是白旗在这边活了就行了 对 白旗的地很多 对 白旗抢了很多了 白旗一个脚 两个脚 三个脚已经拿来了 所以应该说 从这个现在竞争 我们不能局面好坏 应该说这个竞争来讲的话 鼓励是非常成功的 对 让这个陈耀业 导致他非常不喜欢的一个格局 但我觉得这个还是过了 我觉得这期还是应该 还是应该下这个 因为黑旗大概不会下这个 这倍差 那么黑旗必然逼这个 白旗再撞过来好了 来处理这个 这空间就会大一些 实战走这个的话 遭到黑旗逼 对 加住 这个是很敏感的 这个地方的旗行当中 只有上班和下班两种 下班就是在这 这旗没有加 一加就立下去了 现在不能顶着去搬这个 这个不能考虑 搬这个的话 黑旗就是退 白旗的话可以再跳出去 黑旗可以继续再攻击 现在上面变大了 对 而且这个地方能做活吗 我看见这边倒是黑旗很厚 白旗 别动不动就说吃高手的旗 更不要动不动要吃鼓励的旗 对 所以我觉得他们是一高人胆大 如果我看见这样的白旗 我就没有太大心机活出来 但这旗会比较苦 所以现在因为上面大这地方 那么白旗选择了搬 搬上面 对 挡住 然后再顶这个 是为打吃的挡做准备 那么普通这个旗形的话 黑旗是下立 那白旗在搬上面 那白旗就搬 你一退 它就再压 这个是白旗所希望的 对 这样看着这个 似乎眼位就感觉有点浓了 但是黑旗有抢手 这个顶的话不可以往上藏 上藏一打就打死了 所以实战的话 黑旗选择的是下立 如果再打了挡的话 它拐一个再冲上面 就可以把白旗吃死了 对 可以打吃这个了 对 这样我们不管了吧 打吃长 你挡住的时候我一弯 你一冲的时候可以打这个 是 那就是 它力道这个白旗的 对 确保了这个 但这个地方的不好的话 这个头会被搬住 现在这个旗 如果现在搬的话 黑旗还得继续再走这个 黑旗不能硬这个 如果硬这个的话 等于是我搬着 你去立这个了 不可以 那更糟糕了 你就可以看出来 它强烈的要求 要把这个上面围住 那么鼓励在这里选择了单跳 选择这个是比较简明的 这样的话 那这个打现在还是不成立啊 没关系 你上面你下什么 我想下长 你可以想下长 然后的话 这个打现在应该是 然后再走这个 那我拐这个 拐这个 这个不是跟刚才一样吗 是应该 多了这个交换的话 冲这个仍然是不成立 对 我还可以打吃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 白旗的选择 我不知道会不会 是不是就打这个 走这个 粘住 爬这个 这样它底下 走这个 没有眼 会有一只后手眼 哇 这叫后手眼 不会吧 我拐一个 你搬住 现在它没有眼 没有眼 然后这棋 不知道是能够下这个 还是下这个 再从中央走 这样怎么样呢 看着白旗 反正下面没有 如果是 如果是白旗要是不能够 不能够这棋 吃这个的话 那么黑旗应该是尝一个会 感觉会好一些 比实战的感觉要好 因为实战的话呢 沉耀爷打在这 打在这 白旗是 白旗 白旗 打这个 这个比较糊 糊了 因为这个拔了以后 就变成恶手了 这个不要糊 因为它会接在这 先打这个 那么你如果接的话呢 它可以再糊这个 你不能先糊 先糊这个 它一拔了之后 这就搬不进来了 这个搬不着 所以那么你先打 它吃这个 提掉 当挡住的时候 那你就不用下这个了呀 对 它就可以跳啊 之类的 这个应该说 现在下得非常顺 白旗跳了这个 黑旗跳出去 对 白旗质朴 这样的话呢 这个结果应该说 白旗下的还是比较顺的 没有 黑旗没有获得 这个 这个我们讲 比较大的这个便宜 那么从实际上来讲的话呢 白旗好像具有相当的 这个优势 白旗 那么这个旗的白旗 怎么去攻击它 就是说 这个地方的话呢 两点 一个的话呢 从这里点 那么白旗会干 黑旗退了以后 再搬再搬 这是一种下巴 还有下巴的话呢 从上面走 飞这个 然后白旗打 上面走的可能性大一点 然后呢 一直说这边漏风 对 去扩张上面 黑旗的话呢 从攻击上来讲的话呢 就有这么两个方向 可供它选择 这个地方 但是这一期的实战 下到这里之后的话呢 黑旗没有动了在这里 因为恐怕觉得这期 这两边都 都很难决断 很难决断 因为走这个的话呢 下面能够围一点空 但上面会被破 如果攻上面的话呢 这个会差一点 上面到底围多少的话呢 好像没什么把握 对 他可能觉得下边也漏风 上面也漏风 索性都漏着风呢 就让白旗去走算 也不是说让白旗走 他想寻找一点 其他的这个路径 那么这个时候呢 黑旗的话呢 抢先先打入上面吧 先破这个 点 这个只能 这个命令手 然后再飞 然后再飞出来 对 试白旗的硬手 下什么 这地方 白旗加过 这是比较正常的 那现在感觉 黑旗还是要回到 怎么去攻 因为除了这个 这这一块旗 黑旗有个很好的 攻击目标以外 我实在不知道 全版还有哪个地方 可以下 其实黑旗现在 很矛盾这个心情 因为这个旗啊 应该说下的 还是不大顺 这旗下到这里 因为这个过程 看应该是白旗不错 所以的话呢 黑旗现在实地又不大够 我们感觉了 这跟陈耀业的风格 又有点关系 实地不足的话呢 心里就有点不安 那么黑旗现在 所考虑的问题的话呢 因为现在看不到 这里的前景 所以呢 他总是想再搞一搞 走一走 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变化 那么然后再来让我决定 到时候我怎么来处理 中央的这个地方 对 看看是不是必须要吃它 嗯 黑旗是的 对 在这里先纠缠 冲 挡 再把这个再断掉 然后黑旗 白旗长 白旗先打一个 恐怕有必要 但是觉得有一点 熟手的感觉 这个地方黑旗不能再走 再走 飞进去 是不是 这个地方涉及到一个对杀 这个地方 嗯 实战的黑旗是下的是 现在就冲了是吧 嗯 冲了一个 对 转换了 这个地方的话呢 跟大家先说明一下 我们得下半部分再来解决了 这个地方涉及到这两块旗的对杀 这有加 这个有接 黑旗要先冲一个 先问一下道理和这 对 那把这个问题就交给大家了 留给大家 我已经交给你了 就就先交给大家了 对 那么就说这个 现在上面的神称一个对杀 黑旗跑到这里来冲一个 这是为什么 这期冲的让人家接上 这个我们讲肯定是 熟手一招 但是黑旗的陈阳叶 现在选择了冲 好 那咱们就把这个问题 就留给大家 然后我们稍后呢 请王老师再给我们解答 我以为请你解答 刚才呢 王老师给我们留下了 一个小问题 说这个冲一个 为什么要冲一个 但是我从这个气的角度上理解呢 我觉得是让白旗撞一口气 因为没有这个交换的话 白旗是三口气 如果冲了和沾上的话 白旗只有两口气 是这样吗 对 这个明显是为了撞白旗的气 为这个对杀做准备 你跟着这个思路想的话呢 就比较容易了 因为这个高手来讲的话呢 在这个计算当中呢 一般来讲 它不会有 不会有错误的 除非我们讲 但就是昏招了 就说 因为这个时候黑旗呢 想杀 想杀这边 想杀这边的话呢 很简单 黑旗要接 白旗一定只能压住 压过去 对 我们假设这期黑旗就算 还能再长一个 再压住 不让它逃 那么这地方的话呢 就要加下去 然后就立 这基本上是必然的 然后呢 需要分段 这期你分段在这 跟分段在这 大概意思是一样的 这我们简单看一下就完了 那我会再立 然后我就跳下去 就算就就就就就 这期我还不知道 这期应该是冲不着啊 这一下 因为冲挡再打的话呢 那么可以先冲一下 走这个 那这样的话呢 就会形成一个对杀 看一下了啊 冲 然后就紧气嘛 紧一个 对吧 那么这个打掉 这个将来冲掉 黑旗是一二三旗 白旗是四旗 如果冲掉的话 就是三对三 然后黑旗先走 对 基本上就这样了 不需要再细了吧 就大概意思就在这个地方 对就是冲 对 基本上 对就是为了撞这一期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肯定你要相信这个 程耀业冲一个的这个道理 嗯 如果不冲这个就能杀的话 那别的呢 等到这个明天的报道上面说 说黑旗在冲一招太缓了 被白旗转身了就变成 应该是不会的 所以他冲一定是为了紧他一气 好对杀这个 如果不冲这一下的话呢 现在杀不着 但这个属手现在呢 走不着了 对 这个冲现在 其实作为白旗也肯定就没有办法了 只好戏掉 对 应该说看得非常清楚 如果冲 如果接上 嗯 如果接上 那么黑旗如果接 沾上的话 它必须要走下边了 你如果走这个的话呢 被它就加下去了 嗯 那么你如果从这里要联络的话呢 这个就被弯出来了 那么上面的话呢 全部被割断了 然后 它白旗太薄了 这个 这还有一块呢 嗯 这个问题就出来了 所以当黑旗冲的时候的话呢 白旗一看对杀杀不过 就是无法当黑旗接的时候 去盖这个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 黑旗白旗就转身了 再打这个 这个很有趣 刚才我说 长的时候没有先打 嗯 打也是输手 这个系没有先冲 我们讲这输手 这当然不可能去交换的 白旗在这个之前的话呢 它是走得着的 当你靠断的时候 它不然可以打 黑旗肯定不能被拔了 对 黑旗只能接 白旗可以再推这个 那么同样上面呢 还是没有旗 那么还是会冲 还是冲 然后呢 白旗只能补在上面 但是这个打的话呢 一般情况下不愿意走 那这个不是让黑旗形成 很难看的形状 为什么还不肯 白旗不肯打呢 白旗因为打的话呢 有可能会撞气 我们假如说 它打掉的话 比如街上 这个旗型当弯的时候 这个打就成为一个恶手 嗯 要走的话肯定是空跳的 对它是单跳的 这个旗啊 是撞了自己的气了 这地方很重要 其实呢 应该说没有关系 但这是一个小细节 那么走的时候 白旗再打呢 没有想到的是 对 这个时候黑旗如果再沾呢 对 再沾的话 白旗是冲吃啊 那就跟这边的这个撞气 就不存在了 所以说它这一下就肯打了 肯打掉了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 问题是这个 因为你不打 将来如果你单走再冲吃 将来你就吃不着了 这一下 嗯 因为再打就不理了 所以这是白旗的一个次序 但这个很绝 居然陈腰液 居然这个就没有接 就直接冲吃了 通常情况下的话呢 这个是不可能被拔掉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旗形 这被拔一下 觉得上面就厚了很多 对 这两个黑子就感觉 位置不好 对 但是实际上的话呢 这个的话呢 这个从木树上来讲 这拔掉也得便宜了 因为跟下面的木还有关 嗯 这个地方 但是陈腰液有意的不接 实际上呢 就位上面的话呢 总得留下点什么吧 好 那就说这个 现在如果白旗多一个子 这三个子 肯定就没法动了 现在呢 这三个子以后 还有一点熟 我们实在马上就可以看到了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如果通常呢 像正常情况 黑旗应该接上 白旗再冲吃 黑旗再吃这个 但这样的话呢 很明显 白旗现在比如说靠压一下 黑旗的实地有明显不足的感觉 对 黑旗就下边这一块 嗯 但是我们说这地方有点遗憾的是 当初为什么没有先拔掉 哦 先让它这样糊了 不会的 因为你拔掉之后呢 不愿意交换的原因是你拔掉了 黑旗会先弯一下 哦 对 这样的话这个 对 把上面会撞的 撞一点气 会有一点觉得好像不是很好 这地方 嗯 当然这有一点小遗憾啊 但是不能说这种东西 好像从我们家 这个四猴诸葛亮一样的 马后炮的时候 这期当初应该先交换掉 确实如果在没有变化情况下 就确实应该先把它拔掉 这地方 那么现在呢 可以看出来 其实应该说白旗是蛮顺的 黑旗虽然把这两个失通了 嗯 这里获得进步 但上面肯定是损了 那么最主要在这个 那么大一个模样的 这个形式里面 几乎没有获得 这个什么便宜 所以这形式的落后 应该是可以肯定的 嗯 但高手的气 我觉得就是还是不容易啊 就说那么黑旗在这时候的话呢 没有接 单单档 让白旗提一下 接这个 那么白旗在 白旗是飞的这个是吧 靠了一个吧 他先靠了一下 对 先交换 飞旗退 然后异常冷静的飞了一个 是吧 嗯 这个有这个好像 感觉上有点 对对对 有点胜利宣言 我觉得这条气 其实应该是有一点点小问题 忽略了这个 当然不是忽略了 应该说 陈耀业既然走到这儿 可能你拔掉 他肯定上面保留手段 否则他就一定会接的 这不能让你白吃了 这个地方 嗯 那么如果说白旗要是更稳稳妥的话呢 一个是可以点这个 这个 这样我觉得 恐怕 白旗恐怕更容易处理 因为这个是当初就没有怕过这块旗 现在也无从担心 啊 那这块旗 黑旗等于说也不可能有什么 不可能有太强烈的手段 对 了不得下面能够有一点空而已 那这个当然 也可以这么讲了 等你出招嘛 到底有什么旗嘛 但是这个上面确确实实是有漆的 啊 先是看就觉得 呃 我觉得蛮厚 对 这么厚 就是这三个子 好像不能心里 如果是只是简单的 这期 从上面这些连络什么这种 就连连回的话呢 这期的空明显是不够的 因为这个过程就可以看出来 黑旗因为在前面的这个过程当中 始终这个是属于这个 走的外势 对 走的模样 好像只有白旗一直都在走形式 现在又 这个模样又这么轻松的被白旗给烫掉了 这肯定是不行的 这个精彩的就从这里开始 这时候的话呢 程序业局在这个地方可以加下去 这么薄的地方可以跟白旗作战 白旗是不是 下地应该是只吃一手吧 否则要都吃你了 然后呢 黑旗再挡下去 初一看这个时候 觉得一下觉得这个有点吃紧了 因为这地方有个家 那我防这个 我是不是只能顶 你如果顶的话 它就搬过了 这下你觉得爽了吧 对 这个木树好像损的有点多 损的太大了 但我们讲如果黑旗 白旗要是这么下 上面的话呢 还有一点味道 还没有完全联络 如果还需要再补的话 那么这个实地一拿回来的话呢 黑旗应该说 从实地上能够取得 就我们讲一定的均衡 那如果说白旗如果这么下的话 我觉得白旗也可以考虑 因为现在白旗形式应该是不错 下不补一个 因为不补的话 这旗要接的 冲就冲过来了 这个结 对 你只能再弯一个 那么又轮黑旗下 这个形式我们就不判断了 如果从这个形式上来讲的话呢 黑旗能够把那个又掏掉的话 黑旗肯定是 应该说不坏了 对 总好的 本来是都是点白旗的空 现在被他撅了一半 这个下方呢 对于白旗来讲是比较稳妥的 但是显然不是鼓励 这下方 那这个时候 马上就要被加下来 这时候还有什么好的应对呢 鼓励下的这个时候就非常强 其实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说是这个高手的一种胜负感 他觉得无法忍受这地方 那么鼓励的选择搬 但是呢 这样下方呢 一定是冒着巨大的风险 然后搬这个 主度 你如果拔 那么他再走 那就可以打出了 看见没有 但这个风险的话呢 实在是几打 那么第一要考虑到的就是黑旗加下去了 他只持一手 再顶出来 冲 只持一手 然后白旗也冲 再接 这个注意 这个地方已经可以拔回来了 然后上面的问题的话呢 是下哪里呢 是接 那么白旗到底是靠出来还是尖出来 需要一些技术 那这样这个白 黑旗就这么杀进来了 那我们要 你要你要 你要觉得不服气 我们去摆一下 你可以弯 他只能走这个 然后再断一下 上面有断 我就可以下这个了 你这个再冲断 你无力 被我一断 你肯定不行 对 这黑旗竟然这么轻松 就可以跳出来 你如果压 那么我就再再双出去 这个还拔着结 这块血不活 上面会被分断 有极大的风险 那这地方 不知道该怎么说啊 就说这个 也许他们两个 的这个算路 比我们要仔细 比我们更准确 我们在这儿 看到大气盘 觉得这样下 黑旗 我觉得应该是 这个胜负是肯定可拼的 对 这个反正是 但是这个下法的话呢 基本上 现在是没有变化 当我加的时候 你大概是只能下这个 应该是黑旗好下 太难了 而且这期现在 白旗的话呢 应该说 简单的话呢 只能够先考虑 先出头 先出头 对 那黑旗会分断它 不会让这两块 会 比如说或者在这一带 怎么下 然后呢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是在这一带 瞄着这个冲断 让你去贴这个 走这个 只要是连不上 我就把你瞄着 应该说这期的白旗 应该说 最起码是一个风险吧 从这个进程 我觉得不是鼓励 希望能够看到的 但是确确实实应该说 还是忽略了这个 这个局部上面 陈耀业的这个力量 当初让你拔一个 你以为撞了 这个地方 对 没想到这么薄的地方 这个还可以 它居然还能下去 但我们讲 刚才说到 白旗当然可以妥协 就顶一个让你过 但是那样的话呢 实在是觉得 这个就不值得了 就看到了 陈耀业的这首期 然后我就想到 其实现在这个 唯一块空竟然有那么难 太难 我看这个 白旗投入了这么多子力 黑旗只有 给我的印象 破破烂了三个字 现在竟然是 钻出来了之后 还要威胁着 白旗的后世 这个时候应该说 双方 我觉得应该是 最起码就要重新 回到了一个起跑线上 而且感觉上 从心情上来讲 我会更倾向于 黑旗一些 因为前面的黑旗 下的确实不大顺 白旗有很好的 这个好像这个 树立这个优势的 这个机会 而现在的话 好像局面 一向就变得不清了 这个下面这一首的话 其实可以让大家 要猜一招了 不要变这样 然后让大家 净猜一招 对 其实我本来觉得 好像这个是 直辞一首 他只有出去 因为现在 这块大龙这么危险 难道还有空闲 去干别的事 这期因为现在 实控上上 这个不大妙 这期如果简单下 我不知道要不要点下 比如说这个八十 这个是十二目 那上面十二十 十六目 二十八目 这块十目 三十八目 比如全盘现在 白旗就四十目 然后这个上面 如果攻一攻 这块旗有可能会 下到比如说 接近二十目 下面能走到 也有接近二十目 那么还有一些空还在 所以这期的话 应该白旗是 很不乐观的一个形式 对 现在黑旗主动 那这个就现在鼓励 这个开始发力了 这个地方的话 这个想不到的一手 是从这儿挖出来的 这个非常黑 但这我觉得 也是一种胆量 这个地方 对 我觉得如果进猜的话 真的很难猜到这一手 肯定在想怎么做活 这有点疯狂 这个招法 有点晕 不知道他想干什么 他是说你不能打 不能打 那我就不打 我就瞄着这大块 我第一感觉就是 沾上之后 你一沾上 我觉得他肯定是出来了 然后这样的话 没有把握能吃掉白旗 没有把握 对 注意了 讲这个地方有个半只眼 这个地方的话 如果猴住一下 这地方有可能是一只眼 所以这个地方 这个袜非常强硬 你如果打这个的话 它是从这儿打的 对 这一击 你一击的话 它一冲 上面死了 对 接不归了 所以我们讲撞气 是有关系的 很多时候 你不能从这儿打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 你不能从这儿打 你从这儿打的话 我也是吃在这儿的 当然是一吃一冲 你那不可以去街上面 让我把这个拔了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所以这一招的话 应该说是本局决定胜负的一招 就是两个人在赌胜负了 如果这招要是成立的话 应该说白旗 当然我们要看后面 白旗怎么进行 就是说 因为黑旗现在挡不上 黑旗的话 那就只能退 白旗再冲出来 然后白旗是完全治这个雨 不顾 所以弯掉 是不是要飞出来 拔 拔这个 拔的时候 白旗在这个地方的话 一定要下得非常的强 这是考你计算的地方 而且又不能够 一旦把黑旗撞墙了 你随时要 我危险的是 比如说这个 这一类的 这些招法 一定要注意的 那白旗的话 要看得非常的精准 先扳 那白旗是想先把这块旗 先把这块旗连上了 他不仅把这块连上 他把这个打穿了 他把这个打穿了 那么黑旗继续火 威胁上面 可以看到 就在这个时候 白旗居然还接了一个 问你怎么吃 就是说 如果我普通的这样 是吃不着的吗 他这个是后手一只眼 中间也是后手一只眼 单纯从上面来讲的话 就单纯从这个旗型来讲的话 他挖就能活 你打吃这个 我就接上 这个地方有断点 我只随便压一个就能活 就是单纯从上面来讲的话 它是有眼型的 另外的话 这个地方的话 还有冲挡 这里有个断 还有一个 还有这样的利用 冲断 我只能站上 他还可以把这个藏出来 所以的话 应该说这一招旗 应该是本居可能有 具有决定性意义的 这个一招了 就是挖这个 就是至上面而不顾 就是看黑棋到底怎么下这边 那么黑棋 还需要胆量 黑棋继续 虎 然后这个时候的话 白棋 白棋终于补了 终于补上面了 这个地方白棋的话 没有断点吗 这不是有个断 有啊 那这块 但是这棋的话 还很难讲 这个局面就下到中复 非常混乱 这是大概应该是下午这个我们四点钟进场的时候还正在杀这个吧 正在进行吧 对这个在这个进行当中吧 对 就是特别混乱的时候 看不清的时候 这时候特别想那个特别希望能够在那个什么国家的研究室听听告诉我们怎么说法 这这时候 这地方的话呢 白棋 白棋在这个局部当中的话呢 是你你你不应 非这个 对他补了 这时候是不敢应了 还是不能应了 这边 因为不知道应在哪里好 如果把这个联络 最好呢是应该退 或者是退在这 不是 但是如果无论走在哪里的话呢 还留下一个断点 对 如果我只是把这个断点护住 对 那只能补在这 这个不叫围棋吧 这个围棋肯定下不出手 那么上面他再来攻这个 要想杀上面这块棋的话呢 黑棋大致只有两招 一个在这 一个在这 大概是 如果这个招是最狠的 你只有压出来 那么这样的话呢 这只有剩下半只眼 对 这地方 这地方再说明一下 白棋立的时候呢 这一般要过 那么黑棋可以挤这个 白棋做这只眼的话呢 这个会被吃掉 目数上有一点这个区别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 白棋在选择在出逃 对 黑棋从这里抱吃 任然问你怎么连 这个这个过程 我觉得是体现鼓励的这个力量的地方 这下的这个非常强了 那现在难道还能不连吗 长了 他淘这个呀 这个不给湿啊 他瞄着整块 对对对 他瞄着黑棋 其实我们讲这个是 在这种攻防当中的话呢 一个是不要一味的退让 一个是 另外一个的话呢 你需要很大的这个坚持 那么你要看着 对方的这个弱点 就是我们讲这个 这个恐怕是最好的一种防守 说这个攻击是最好的防守 对 所以你一定要瞄着对方的弱点 这方面的话呢 所有的力量就体现在这种地方 就他更能够在这说 好像看着白棋 周围都不是很好的情况下 但是还能够瞄着你的这个弱点 但我们讲这个东西当然是有风险的 对对西亚伯 但是他经常是这种 在自己逃跑的同时 还要回过去去打人家两枪 但这个地方的话呢 他是实在是 我们讲这些 因为这些没有在这儿的心情 在这儿的话是被人家 没有啊 这个阶就是先手 不要去打这个阶了 这个阶太难抗了 不可能 这个阶是先手 那么将来就按你说 他将来拔是先手 他有可能有这样的断 因为阶如果先手的话呢 这里就可以冲断 那么他可以 你在这儿 比如说这个阶是先手 他可以通过拦住这边 把这个冲吃掉 那么中间就能为出空来了 那这样木树 黑棋就已经够了 就不用吃 那应该是这个道理了 所以黑白棋实际上 也是在走钢丝 这时候 那么就要看这个 陈耀烈的力量了 白棋长 黑棋再冲 对 然后再长 白棋再长 黑棋 虎一个段 白棋 挡住 这个时候 大家都都看得见那一招 就是断掉了 已经被 都能建造的一招 这一断掉的话 是不是下边就死了 我想他应该是死了 但这期的话呢 实际上的陈耀烈 没有断 这个需要一些 没有说需要一些计算问题了 这个地方 最难解的 假如说 白棋要是都能走着的话 有可能能走着的 就是这一点 有可能走着 就转发把这个吃了 肯定不行 你得接 假如说 这个能虎着 这地方 还跟这个有关系 那么 白棋似乎 似乎就有了这个 剩下的问题 这个就冲不断 考你的计算了 把黑棋有冲挡断 有跨 短 有这么两种断的方式 需要你的计算 就假如说白棋都能走到 对 而且都是有可能的 那么黑棋是不是也有危险 我不大 这个想对这个东西进行下去 就说因为 这责任又不在我 反正输了 谁输了 赢了跟我无关 计算的问题 其实就是说 这个棋手的话 它会比我们旁观者 有更深入的计算 因为他担心的不一样 因为我不需要负责任 白死 那么说 取了 我们再来一回就完了 但是实战对局的时候 压力就会非常大 因为你必须得把这个算清楚 对 如果白死的话 就完了 对 就结束了 这是一种可能性 但这样的话 似乎从这里面还有钻出来 这是一种 另外还有一种可能性的话 这个肯定能点招 这可以确认的 你不要去冲斥 冲是不行的 好像是 这好像是撞气了 你接上 然后的话呢 白死还有一招的话呢 就是直接就弯住 那我就猴 对 你就猴 然后你再冲 我挡住 然后呢 你一段 然后呢 我一尖 杀气 对杀 对 然后就挡住 那我们就摆一把 因为这个简单 我们可以摆了 就挡住 这个应该是黑机器厂吧 我就冲 对可以可以冲 冲走这个 可以沾上 白旗主要四口气 白旗再沾上 你可以把这个再打掉 再接上 这样 然后呢 可以吃这个 将快一气 然后呢 我就冲这个 就快一气 对 你黑旗就快一气 就快我一气 然后走这个 再走这个 然后 我接上吧 我们把它收收完 然后你把这个吃掉 你将来就收成这样 这期 对吧 然后的话呢 白旗再把这个再跳下来 黑旗是不是就能赢 还表示怀疑 吃了一块 这木树不够吗 不过它这个跳到这 这个下面的木树也不小 六十七十多木 感觉上 感觉上黑旗似乎还行 因为把这个打穿了 然后这个吃了 感觉上还不大行 有可能 黑旗不大行 对 这期的话 这个我们大家共同判断 我就不管了 就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是黑旗如果断这个的话呢 面临这两种可能性 一种白旗直接收起气质 看下好坏 另外一种如果气质不行 就是刚才说的 如果能走上跟他对上 这个我觉得应该说当局者应该比我们清楚 如果即便在这里犯下错误的话呢 这个 总是有它道理的 因为这个时候的话呢 因为这个时候的话呢 因为黑旗也面临着这个 好像一个拼命的这个架势 因为从这个之后的话呢 似乎就走上了另外的一条道路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这个图我们就不摆了 这个图 那么在这里 黑旗都没有下 对 他没有贴了一下 黑旗的选择的话呢 没有从这里刷 黑旗呢 选择了贴这个 然后呢 白旗点了一下 对 点了一下 然后呢 我赶快粘回来 粘回去 然后白旗 把这个粘回来 那么现在可以看到了 白旗呢 成功的把这里连 你贴这个嘛 我就只能从这里连回去了嘛 对不对 刚才除非你从这儿断了杀我嘛 你贴这个 我肯定把这个连回去了 那么剩下的黑旗 这个已经白旗没有负担了 对 将来这个 挑这个挑这个 这个是大得来吓死人的 那么 黑旗呢 必须通过攻击中央 一定要获得 我觉得单纯的联络 大概恐怕 恐不一定够 除非在中央能够围住空 然后呢 回头再把这个走着 这个是缺一不可的 那现在全盘的这个目数 我黑旗要差多少 说 我 就说这边 那如果点目的话呢 你只能假设是这样的 你要点目的话呢 将来你一定得下到这个 对 你一定要下 这个不要跳下来 你肯定是没得下了 这些是先手 这里可能还有一点点目数 那么很简 简单的 你要想数空的话呢 上面比如说12 14 这也是16目 这地方8 10 12目 大概 14 5目吧 因为这儿还有 那么这两块就30目了 对吧 你简单数一下 上面10目 40目 40目是肯定有墙了 41目 42目 有可能43目 就说 那么黑旗线有多少呢 这里10 12 14目 14 14目 24 25 26 27 如果单纯 这只有30目 这个大概是32 34 35 这目不是拔的 然后上面有 接近10目不到 40目 40目 现在双方的目数 当黑旗下到这个之后的话呢 其实就说有可能是黑旗盘面好一点点 所以黑旗呢 必须要通过攻击这个 取得一个先手 还要维护 取得一个先手 如果我们假如说 你这些先手 走着把这个吃掉了 那么你回头再走这个 那就好 或者是比如说通过攻击中央 或者比如这样钻出来 把这个中央吃了 然后呢 回头再下到这个 对 就是说在这个地方 要围出一个贴幕 然后再抢回这个 这样的话呢 才应该说 有的一拼 实际上这个已经非常危险了 其实从后面这个进程 恐怕也能够看到 黑旗好像已经走上了 就是孤独一致 要杀这一块的 这个风险实在太大了 那就太难了 想吃骑太难 骑长一尺 无眼自活 那这条大龙已经很长了 所以但是我们后面 两招马上就可以看得出来了 所以如果黑旗要是控够的话呢 黑旗应该是比如说 从这一代比较飞出来 或从这一代攻 回头抢这个 但是一定要抢到先手啊 这走不到先手 这被人家一跳 对 30分吃来了 对 就没法比控 就没法再比控了 所以黑旗应该说 感觉上黑旗是应该 比较失败的 这个下方 但也可以说 白旗在这个挖出来之后 都获得了巨大的这个成功 但现在说这个话的话呢 我们讲还是维持过早 要看黑旗到底对中央 能够下出一个 什么样的结果来 对 这地方 其实蛮难的 黑旗这个时候的话呢 是在这开始破眼 这个是要点 如果这个不走的话 刚才说 这个一挖沾的话呢 这就是一只先手眼 那里有一只后手眼 就基本上就活了 对 就攻不着了 所以他唬一个 应该说 对 这个应该说是最后的这个 绝战 这个时候 白旗如何来处理这块旗 黑旗 黑旗刚才说的是 只要是先手为一个天幕就行 那我觉得这个 好像这个理想不难达成啊 现在他需要补 然后从这边下两个 不就可以围了吗 但是 就是不一定是先手 但问题是你看看 这鼓励的招法 怎么自顾了 现在变成 对 自顾 先点了一下 是吧 对 点一个 这个点一下 得失不明 但这期建于这期现在 目前因为控上白旗 占优的情况下 点一下是有必要的 他竟然不沾 走这了 不吃白不吃啊 因为这期鸡在这 本身这两个交换被利 就是 第二个问题的话呢 将来还有可能 有些分断手段 你挡在那里把它吃了呀 那这边不就变薄了吗 没有啊 冲断日赞成转 那么所以这个点的话呢 白旗起到作用的是什么呢 就是在将来在外面 可能会有一些借用 而损失的话呢 就是可能损了一点木 但我们讲监于 监于目前形势来讲的话 白旗应该是值得 值得去损失这一下的 对 他现在冲不断了吧 冲的时候可以走这个 能吗 基本上是不 不会像这个 因为你走这个没有意义 你走这个 同样的道理 你走这个还是要补断的 要补这个断 将来要 因为当初我冲了 冲到这个 你猴在这 哪怕我去挑这个的时候 你还得去补这个断点 对 更好我都光冲下去了 可能就把你打死了 已经 上面已经把你打死了 这个是一定要补的 然后呢 白旗现在是煎了这个吧 对 不到这 这个时候的话呢 可以看出这个点的这个好处了 那么因为有了这个点呢 黑旗呢 实在呢 就没有肯去冲 冲 他会挡住 那么 当你在这个的补断啊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 他刚好可以挤在这儿 那这个就有用了 对 他就有用了 但这期 这个我们 我们不能以这个 这个如果说把最后的结果 就是说拿出来做 做一个这个 这个最后的评判的话 当然黑旗在这些过程的里面 招法都有可能会有问题 你说我改一改 这期我就接在这儿 比如说 那这期我们讲接在这儿 那就另外一种下法 对 事实如果证明 这个挡不行的话 那当然我们只能改一改 但是如果走在这儿的话 就是另外一盘旗了 不是这个下法 那么实在当黑旗走的时候的话呢 因为这个地方有个挤 所以当白旗尖的时候呢 黑旗就单补了这个 先冲 对 先冲了一下 然后再挡这个 然后呢 这时候呢 白旗就挡在这儿了 这个过程当然也是很微妙 你要从这里看的话呢 确确实实的黑旗 应该是忍一下 就在这个地方 那么这样的话 确保能够冲着一下 这样的话 眼型要差很多 眼型就会差一些 但我们讲 你记在这儿的话呢 将来如果连上看 这个上面的连绕的话呢 会稍微有一点点小缺陷 这个是应该是一个 一个胜负之处 然后黑旗还供得着吗 先把这个拔了 对 拔一个 这个 这个拔一个 也很需要 因为这些将来你拔不着呢 跟上面这个气啊 有关系 跟上面 就说 这个要是拔不着的话 将来这些紧筑器 它就有铺 有打啊什么 跟眼位有点关 先来提一个 白旗需要补吗 白旗是补在这儿的 这个鼓励 这个时候应该说 胜负应该说 非常的 非常的清楚了 那么双方在这个时候的话呢 应该说只是在这个 整理一下局面 就说 就是让它定定型 好 结束 那现在还有什么地方 我觉得好像双方都是这个 下面大了吧 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走吗 白旗会在上面再走吗 走了一个什么呢 黑旗没走 它把这个冲了一下 然后再尝 看看白旗走什么 真的不知道白旗还有什么可笑的 对啊 这个地方白旗还可以能走什么 看一下 因为黑旗是冲完之后再尝的 白旗哪个后手会比较大 它有没有吃这个 182是吧 能继续往下看吗 要178 我们暂时放弃一下这个白旗这招好不好 先把白旗这招 先 先不聊它走什么 黑旗 黑旗先下手冲的 对 白旗插手旗 看一下又长掉 对 我看见了 它就拔掉了 它就把这个拔掉了 这地方你是有必要的 这个地方是这样的 我忘了 尖了之后的话呢 当你吃这只眼的时候 把这只眼它接上以后就把这个就断掉了 所以当有尖的时候的话 这个就变成 它要不然就不活 要不然就脸上 有这个先手 就说这个接会变成这样 那么这只眼就不存在了 但其实整体跟死活还是没有关系 只是白旗现在因为 好像能够确认这期已经没有任何问题了 我们可以因为这里挤进去 这里还是先手 这个地方 对 那么再后再冲 挡住 然后再长 那这个长 仍然是 没走 然后白旗衣补了上面吧 在这儿 顶掉 然后再把这个团住 再补这个 黑旗选择什么呢 这个这个跳 它是点了一个 然后点了一下 这是个打僵啊 点完了之后就跳了 局部上 局部这个点应该是便宜的 因为这期的话呢 从关子上来讲的话呢 如果当你有这个的时候 你点的时候的话呢 它会团在这儿 当有这个的时候 那么你现在在这儿的时候的话呢 你现在如果在这儿的话呢 它这个就变成先手 它就不用去下这个了 就这个意思 所以点的话呢 总是便宜的 然后再跳下来 把这个跳 然后白旗顶一个 然后再吃这一个 这个就进入小关子了吧 对 好像就已经没有什么大的 这个 在这儿团了一下 然后把这个吃掉 然后把这个提掉 然后黑漆最后把这个吃掉 这是最大的 这就没有了 靠一下 走这个顶住 这个我们就不用再摆了 还下了一些 对 简单的 简单的 这个可以先数一下空了 这时候 好 那么这是10 12 16 17 18 这是顶多了 这一幕有可能不在 18 这地方虽然也会算 算街上街上吧 大概是 18 19 20 21 23 24 25 26 27 28 大概只有 29 33 13 32 33 33 33 5 36 37 38 39 40 11 12 43 45吧 算爬掉 45 这地方 将来这个棋的白棋 我觉得有可能是打了以后 立这个 现在最后 然后让 让黑棋挡这个 45吧 就算这个斑斩掉 那么10 12 14 15 16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这是最起码是有了 没点 没点落吧 那就是盘面两幕 盘面两幕 这个夸张了一点 我觉得恐怕盘面胜负的样子 对 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尽可能帮黑棋稍微点的好一点点 对 尽量帮他多找紧 对 然后白棋点的弱一点 嗯 但是好像这个已经是贴不出来木了 那把那个打掉吧 没有 对 嗯 在哪儿消换了一个 好 啊 他就冲了一个 冲了一下 挡住 然后就打这个 白棋提掉 啊 然后黑 白棋就把这个立下去 连着扳一个 这个打结 对 或者是退让一下 不舒服的 嗯 然后把这个提掉 对 那个关子没有什么了 把这个顶掉 然后白 黑棋把这个吃掉 啊 那个得赶快爬掉 现在是还有哪儿有线 好 对 是的 呃 就是拐了 啊 然后把这个挡住 挡住 这全部都是这个 就 这个 这边怎么收啊 这边就沾上就算了吗 嗯 如果是白棋 撑得住的话呢 是就直接挡住 走的话就打结 嗯 应该是这样的 那现在是不是就这边最大了呢 啊 把这挤掉 嗯 嗯 2 接上 对 然后沾上 沾上 嗯 嗯 黑棋 110 哎 这边我怎么觉得 黑棋要收 黑棋必须得 必须得走 现在 这地方 黑棋不走的话 先被挡住了 黑棋必须在什么地方 交换一个 217 218 然后他在 我看一下 他交换 这个地方挤了一下 啊 这必须要走 你不走的话 人家一挡住了 所以他只能 那这边是怎么走的 单单单肩 单肩跟这个弯都是一样的 然后这个再立下去 必须要走 不走的话 这个一挡住 你走这个 这个半端先手 这个挡住 这还有两目 嗯 这是个先手 他小肩也是一样的 那么白棋是接的 对不对 对 然后黑棋再立下去 白棋再挤住 对 这个挤是等于是个先手 先手两目 否则一打的话 接不上了 嗯 这个地方 这个是先手 对 你不走的话 这等于是个逆手两目 其实就没关子了 走了这里的时候 黑棋就投指证数了 对 这就最后一手 这目我们还需要点吗 应该是盘面胜负了吧 要点吗 来得及吗 我觉得啊 您还是给我们总结一下 这半期吧 因为刚才我们已经 点过一遍目了 就大家心里已经 大概应该是个盘面胜负 我觉得盘面有可能 白棋可能还会稍好 一点都有可能 对 因为但差距太大 这其实贴七目半的 嗯 就我们就没有必要再追究了 好那您最后 给我们说一下 这盘棋的胜负处 胜负处啊 我觉得这棋的话 应该说前面的这个 黑棋输在哪了呢 黑棋我觉得 这个这边一带 应该说下得不够强 但这棋如果说 就攻击白棋 对对对 下的是应该是 有一些问题 对 这个是一招胜负手 挖出来 这是吧 这手吗 给他 他是这样 对对对 这有指从这儿挖出来 这招是胜负手 这个是体现鼓励 这个力量的地方 呃 这个之后 当然我们讲 这个这个下法 既然说叫胜负手 或者叫比如说 我们讲比较强的地方 那么肯定不可避免的话呢 这个过程当中 应该说还是有 相当复杂的程度存在 只是这个结局来看的话呢 好像显得有点单调 对就觉得 黑棋没有能够 成功了 对对对 没有看到黑棋 明显的这个 呃 更好的这个下法 但是这个跟我们在上面 我觉得也有关系 我们在上面 我觉得也很难发现 人家说这个棋盘要这么看 有点累啊 就说那么我们可以 这个这个回头看 他们的一些这个评论啊 或者他们的这个解说 看看是不是还有 更好的这个机会 但总体来讲 我觉得黑棋的程尔 应该这里下的 还是很漂亮 这个家很漂亮 这个地方的下法里面 我觉得有可能黑棋 有一点稍微有一点点松懈 觉得实战的下法 就已经很好了 确实我觉得也是很好了 嗯 但是没想到鼓励 从这里挖出来之后 至上面生死而不顾 后面居然 这里还有个断点 是 而且好像黑棋 还是可以吃白棋的 经过收集 还可以吃白棋的 不经济 然后形成转换 然后白棋 再去为这个 但那个时候 感觉上的话 恐怕是已经是 一点勉强了 有可能 嗯 但最重要的 这个过程当中 有没有这个更好的 这个胜负手 或者确认的地方 那么有待去看 他们的这个 一些评论 或者解说 好 总之呢 这番棋 杀的是非常的精彩 之中呢 是鼓励中盘获胜 那他取得了 三番胜负的首局胜利 这应该说得来不容易啊 今天杀的很晚吧 今天应该 对 应该是 所以说 那就是明天休息之后 后天再继续战斗他们 好 那我们今天直播就到这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